作为新赛季的CBA节目战之一 京月战迎来了首回合的较量 这也是杜丰时隔一年 再次带领广东队站在五个松的赛场 比赛的结果大家已经知晓 广东队87比84三分险胜 完成最后的逆转 新赛季他们阵中有九人变化 北京队也没有了马不离 如今的京月大战 少了很多曾经的气氛和感觉 但是比赛的激烈程度 却依旧保持 两家相遇向来是不到最后一刻不分胜负 这一次广东队凭借关键时刻 把握机会的能力更胜一筹 随着一级年稳稳将最后的罚球完成 比赛也失去了悬念 杜丰从国家队回归俱乐部的联赛历程 就这样开始了 北京队整个的这个半体电流动 前些年都一直在拿冠军 这些年队伍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包括这些球员都越来越阐属 在CBA已经累了很多年了 对于我们的经历在一起 和上病的情况来源重新更换 只有四趟各的训练 所以说在场上的默契性还会差一些 最重要的是其实大家一直非常耐心 我们领前十几分的时候 对对方追凭反超 最后落后七八分的情况下 大家并没有去框转 在场上按摩托班的去打比赛 就把比赛赢成功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 其得了总结人通常很多 但是这只是联赛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肯定有后面还有很多比赛区员 希望通过凶迷比赛 凶迷比赛对了一个磨合的效率会有来好 开局战胜强敌 全队上下士气大增 和北共比赛之前的训练课上 广东队内的气氛很放松 但是杜丰对球队今年刚上到一队的杜润旺 却丝毫没有放松要求 小伙子在第一场比赛 就获得了18分钟的出场时间 并有11分入仗 过了心理观 但是防守的细节却让主教练非常不满意 亲自上场一个一个动作抠 这个赛季要想走得更远 从联赛开始之初就要培养新人 这一点杜丰十分坚持 是因为在防那些方面 上场防场里还是从经验身体上都是比较吃亏的 然后都要自己告诉自己的东西都要去往心里记 然后要更好地改变自己吧 上场就失误太多了 这个夏天的国家队红蓝队主教练在比赛当晚都集中在了奥迪中心 一个是考察队员 一个则是带领球队趁势拿下连胜 不过这个连胜拿得并不轻松 开局广东队落后一度多达14分 杜丰的几次关键时刻叫停和换人 打乱了主队的节奏 慢慢地将比分追回 白天交给杜润旺的防守策略 也被用在了防北控外援兰多夫这里 成功限制了他的发挥 随着联赛的深入 年轻人的成长 队伍在攻防端的磨合逐渐成型 杜丰正在给这支球队打上新的标签 一切还需要时间检验 不过通过两场比赛来看 内线核心易进连相对以前打得较为轻松 外线的轮转由攻击能力较强的双小外援串联 变化也丰富了不少 多分享球把速度提升 减少阵地的消磨是他们所追求的 不过要真正做的这些并非易事 两场北京的客场 两场不同程度的逆转 证明了广东队的调整能力 依然排在联赛各支队伍的前列 全队六人得分上双 并且轰下了131分 广东队为自己的联赛开了个好投 杜丰也从国家队转换俱乐部的过程里 暂时缓解了压力 不过漫长的赛季才刚开始